小朋友的手掌沒有那麼大 所以不要拿太多根 假如說大人手掌比較大的話 可以拿多四根五根 這樣現在固定了對不對 固定以後 你把它算左邊右邊不是三根嗎 三根後你一定要蹲下來 用你的右大腿 右大腿把它夾緊 一定要夾緊 左右的虎口 各抓著三根 然後你用交叉 由上往下推 由上往下推 把下面抓上來 這樣交替的 往下拉 一步一步的拉 你拉的時候要往下 繩子把它拉緊 要把它拉緊 剛剛老師問我教你們怎麼去銜接它的長度 對不對 你們再看一次喔 譬如說我這邊已經繩子比較少了對不對 我另外再一根到兩根 來你們注意看喔 再補一根兩根 然後 往裡面中間的地方 一根就可以了 把它往裡面補下去 繼續的動作 繼續的動作 慢慢的 慢慢 換邊的話 換邊這邊比較短 還是一樣的 往中間以後再補一根 慢慢的 用虎口抓住 慢慢的 相同的動作 一樣的SOB 慢慢的搓 它的繩子就慢慢的延伸 會超過我們剛剛所示範的 來 江老師有沒有截起來呢 你們看不到痕跡了吧 嗯 對不對 所以說等一下你們做的時候 大腿一定要把繩子的頭 夾緊 它頭部才會鬆掉 像是整條的草繩 硬邦邦的 很結實的 對不對 隨著你們慢慢操作有什麼問題的話 要提出來 要夾緊 左右各三根的 各三根